简单分析一下陆飞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首先陆飞的梦想是非常小的时候就对香格斯说的 是那种非常滑稽可笑不切实际的梦想 那么我们这次换个角度 先从漫画之外来分析 海贼王既然是个面向世界的漫画 陆飞这个在one piece之上的梦想就要具备一个特点 就是全世界的人看到后都能理解 而且是瞄懂 那么这就要避免一个问题 有的国家小孩的梦想是科学家发明家要永生第一 有的是司机厨师等等普通工作 就是甘于做燕雀 还有一些国家地区排名第一位的梦想是流浪汉 也有国家的小孩梦想是玩具会说话 或者娶到自己的老师等等 比较浪漫 可见不同环境中孩子的梦想是千差万别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 那么陆飞这个在one piece之后 才能实现的终极梦想 要让各个国家都瞬间理解瞄懂的话 戏里戏外就要基本的脱离环境的影响 或者说是在环境影响人思想之前的梦想 所以我们再从时间和空间上把范围缩小 陆飞的风车村是东海的一个偏僻小村落 是悬赏800万就能横着走的地方 甚至风车村所属的戈亚王国的国王 也就是萨波义父不同母的弟弟 连他见到尼普顿也分辨不出是巨人还是愚人 还听信那些接触愚人得怪兵的谣言 这些都足以说明风车村是个消息多么闭塞的地方 这些村民绝对不会比国王见识更广 那么在这个空间环境里的小陆飞 基本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认知 所以那些从物理上改变世界外貌 或者是要种族平等等等高大商的梦想 就不是很对劲了 毕竟路飞说出这句梦想时 世界观还未形成 可能就认识天地人大海 所以路飞说出梦想的时间 就是人之初的时候 是比白纸还要白的时候 那么人最初的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吃 所以阿旺觉得这句梦想一定和吃有关 然后我们把范围再缩小 众所周知路飞是个白痴 小时候更白痴 开始单纯有个梦想时 根本不知道也不会去考虑怎么实现 长大了一点之后才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有个东西叫钱 原来想要吃海的花钱 这个梦想可怎么办 知道他遇到了香格斯 知道了海贼宝藏这个概念 还知道了世界上最厉害的是海贼王 留下了宝藏one piece 可以买下整个世界 路飞一听 那当上海贼 找到宝藏 找到one piece 吃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要香格斯带自己出海 也有了找到one piece 成为海贼王的梦想 也是因此呢 他小时候啊 到处吃霸王餐呢 才会先用宝藏设账 所以呀 是先有路飞的梦 再有引路人引路 这样香格斯 才叫路飞的梦想引路人 然后我们再看 同一个梦想的罗杰说呀 去最终之岛 找到大秘宝 我就是世界第一的海贼团 然后我就 这六个点 就是路飞他们同样的梦想 而我们要考虑的是 那时候罗杰的寿命啊 已经没几年了 这就侧面说明这个梦想 不会耗费太长的时间 是一次性消费的 接着我们再把之前分析one piece时 总结出来的两年后的故事框架拿出来 乔一波一加三大古代兵器 在one piece的作用下 彻底改变世界 那么显而易见 路飞的这个梦想实现后的效果之一 就是改变世界 而无所补说 海贼王还行 但这个梦想太夸张了 也就是说 成为海贼王 只需要路飞团冒险努力就行了 但是这个梦想 可能需要更大范围 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协同运作才行 那么总结一下梦想的几大要素呢 就是吃 一次性 世界范围的协同运作 可能大家会想到流传了n年的观点 开个世界级的大party 哎 阿旺认为啊 是吃这样的方向啊 大概是没跑了 不过前面说了 路飞小时候没有世界这种观念 所以我觉得这句梦想 大概是和所有人一起开心吃肉 因为我们都知道路飞必然是要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的 而海贼世界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恶 存在利益 资源 争夺 烧杀 抢掠呢 说到根上 大家都是为了一口吃的 所以如果解决了最基础的吃饭问题 这个世界就可能会更加靠近那个理想世界 那么如果这个吃的梦想实现了 自由种族平等也就实现了 而实现的地点大概是许多岛屿拼凑到一起的新巨大王国 至于具体的逻辑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找到一个月前的这期视频一看便知 然后阿旺又突然想到当路飞这个梦想实现时 应该是世界各地所有的种族或者奴隶 普通人都会带来自己岛屿所属的海域的肉和食材 那么这不就是山智的梦想吗 好家伙 原来熬了不露不在海里 在餐桌上 当然熬不露这个观点是聊到这里 突然想到了 供大家参考批评 总之阿旺觉得路飞的终极梦想大概率围绕着吃 至于具体的措辞只能等三四年后才知道了 好了明天我们再来聊聊萨波和所谓的天王